OK好我们今天要来教学的两个东西呢 本来是三个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灰尘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灰尘的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你把它做成下雪也是可以的 那或是 其实我们之前有教过另外一个功能嘛 另外一个功能叫做 我记得是 Spark吗 等一下我看一下另外一边的这个功能 第一次教的 休战姐有点忘记了 不是这个 是不是可以考考观众有没有人记得 好了好了先这样先这样 我记得哦我记得好像是star之类的吧 star shower aura star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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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好先不管先不管 那我们之前其实有做过很像这个星星的东西 那我直接去找我之前的影片 给我几秒钟马上找出来 来 内容 很多学生很怕被抽考 现在是我被抽考 好 好 ambiance bubble ambiance bubble 哦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是bubble 好 来了 另外一个是bubble bubble 另外一个我们之前教的是 这种泡泡 那是area bubble 那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有把它做成像下雪的感觉 我们把它 范围可能设 我们不是设 global scale 我们设 area scale 我们把它射成可能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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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射成这样 那看起来 就也会有点像下雪的感觉 只是呢 你仔细看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个bubbubbub的感觉嘛 它的这个 我们看其中一颗 它会爆破吗 有 有嘛 它是爆炸开的 这样爆开 那我们今天要教的另外一个呢 它是 比较是灰尘的感觉 所以灰尘的感觉呢 它就不会有 爆破的感觉 它就不会爆炸 它就真的很像是 灰尘 但是其实你把它想像成雪 也是可以的 那不过呢 这个东西比较特别的是 它有分 它是直接分尺寸的 因为 嗯 我是不太清楚它这样做的逻辑啦 但是因为它本来就可以 本来就可以 本来就可以 设定尺寸范围了 就我也不太清楚说 它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就是了 嗯 但没关系 先不管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 我们 呃 本来要教的第二个是这个 本来要教的第二个是这个 是这个 Confitis 这个是Confitis 所以Confitis呢 它是一种 有点像 你在演唱会看的时候 它会喷 可能快结束 快Ending的时候 它会喷 彩带 那个碎 碎花 那个亮亮那些东西 它本来是那种喷出来的效果 可是 今天不知道什么失效了 所以啊 所以我可能 今天 没有办法 秀给大家看 可能之后它版本更新 恢复的话我才能示范 那现在坏掉了 因为现在版本在更新的时候 它有一些 这种不是内建的嘛 这DMX 这不是内建的东西 那可能从外部收进来 它就会 有点坏掉 可能更新没有跟上 所以呢 第二个 很遗憾的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 那我们就来 讲我们的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是这个 Wind Ice Wind Ice的话 它 就是一个 你把Ice 拿掉 你就想像成它是一个风 那 风这个东西它其实是 没有具体的形状的嘛 你可能感受说 可能有落叶 可能有什么 但是 大家一般在漫画 在动画里面 大家在画风很强的时候 是不是都画上 白线 可能有白色那种波浪的感觉 然后呢 除了波浪以外 可能还有一些烟尘被吹起来 但是 那烟尘被吹起来的感觉 假设要到这么大的烟尘 然后这么 条状的 烟 好我先直接按一个出来 这个条状的烟 这个我都开出来 假设要到这样子 这感觉的话 嗯 其实 不太合理 那 我们这边的做法 呃 它这里面秘密成Win-Ice嘛 也就是说 它其实是用 它分类在冰 它是用冰的这种 冰晶 然后有一些 冰屑 被吹起来 的感觉 那这个线条呢 就完全是动画漫画的画法 它不是 纯自然的物理引擎 或是物理的效果 可以做出来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要来交这两个部分 然后刚好 刚好现在是台风天嘛 台风天 我们就很适合 拿这个来装范例 那样 OK 好 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 把我们的位置呢 先位移一下 然后呢 我们一样 老样子 叫做我们Logic Asset 然后我们直接快速的点到 VFX的 Asset VFX 点出来 然后点在地上 这样我们就不用 在那边选Behaviour 然后如果有人是第一次进来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看到 这边的Behaviour呢 可以直接 哦 嘿嘿嘿嘿 焦 嘿嘿嘿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的Behaviour呢 是直接套用了 我已经套上了就看不到 我在旁边啦 那以防呢 以防有人不知道 那它等于是直接把这个Behaviour呢 Behaviour的 这个VisualFX给套上了 它直接套上了这个 然后其他呢什么都没事 就像预设一样 就帮我们快速做这个 比较快 比较快 可能也是特别让我们知道说 我现在这个版本 有出这个功能哦 的这个感觉 好 那我们点进来呢 我们可以直接搜寻到 我们第一个叫做 Area Dust 所以你可以直接打Dust 也是可以 那你看10米 10米 30米 50米 啊这种东西 好10米 好我们就按一下 10米 50米 这不太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原因是因为 它里面啊 现在在 0.8以后的这个特效系统啊 它里面的设定呢 可以做到更详细的设定 像这个 Scale Area Scale Area的话 它就是可以 把它的范围 Area是范围啊 可以把它范围呢 变长 范围 变长 变宽变大 所以呢 我们把尺寸呢 放大 50 然后大家看到 它笼罩的范围呢 其实就差不多 你可以当做是 50倍 50倍 哦 这样的感觉 那假设你要更大 你就要 呃可能 500 Stop preview 大家看到 这个浓度 在这有吗 在这有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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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但它密度很小 有没有 因为我们把它范围变大了很多嘛 好 那现在呢 假设我们要 它看起来没有这么稀疏 我可以把它换成 我们的50密 大家看到 这个浓度明显上升了 有没有 浓度明显上升了 但然后这个相对原本的泡泡啊 它其实就变成说 不会是这种 消失的感觉 但是 呃 假设以素质的设定来说 其实泡泡它的 灵活弹性比较高啊 因为呢 你看你就看 就光看泡泡它底下 这边的attributes 它就 就global scale area scale 而且它area scale呢 它是直接 然后就是上面已经按出来 直接设定 我的尺寸范围 所以我按preview 好 这个先关掉 所以按preview 它是可以直接 照我要的范围去设定的 所以假设你要做那种漫天的 雪啊 或什么 其实 可以参考看这个 那这个的话 可能比较适合小范围 小面积一点 那个人喜好啊 假设大家还是看不惯的话 那就可以去 诶 用原本的dust 然后假设范围大 就要记得用50米 去设定 然后color 就color嘛 就老样子 RGB 然后 那个 红 黄 红绿黄 咦 出来 有点像 出来 它是不是隱形调啊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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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因为它没有颜色可以调嘛 所以它就不能有这种像 可能萤火虫之类的感觉 不过这个有点太强了 我把它调小一点 1 1这样可以 1 那么1 这样就有点像萤火虫 所以你假设要设定成 漫天萤火虫 漫天萤火虫 就可以这样设定 或是有点像星空 假的一个星空的感觉 所以它其实变化 当它有这个颜色变化之后 它其实在 你假设要把它模拟成别的东西上 它就相对于这个单纯的Bubble 还要多更多功能了 所以呢 这样绿绿的光 然后呢 接下来 下一个 它的功能就这样 至于你想要怎么变化就 怎么变化咯 50 那么变红色 变红色 好 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的 wind ice 你就打wind的就好了 现在做了这个新搜寻功能 实在是太方便了 我们就开着我们这个萤火虫 开着我们的萤火虫 点1 是不是这样就好了 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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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透明 好 我们就开着我们这个萤火虫 变像鬼火 好 那我们先点开我们的wind ice 我们什么都不设定 我们先直接按出来 好 我们直接按出来 大家看到它里面其实有 总共分了三组东西 一个是线条 然后一个是这个波浪 然后呢 还有我们刚示范的时候 其实还有多了一个烟尘 那这个烟尘它其实是要单独去射的 好 我们现在呢 先打开我们的 direction 好 我们把direction打开 direction打开的话呢 好 等一下它现在空了 它现在没有方向 它不知道它 它的人生 不是 它不知道它该往哪里吹 好 我们可以先设定 这个 有没有 有一个吹的方向 然后再来呢 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我 觉得它比较像是横向的长度的感觉 啊 假之我把它射很大 它它范围变比较大 那是更大 好 它这个吹的感觉 然后在最后呢 再加上 我刚刚一开始示范了 有没有 我可以把它加上烟尘 加上1 上50 加上50其实 就范围啦 但是它就多了这个 有没有 所以它的方向 诶 它这个方向是不是 是 有了反正就设定方向 设定1 一点点 好啦大家可以这样设 然后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 这Global Scale Global Scale是我们最熟悉的 Global Scale呢 你就直接设定说 有多大 它这个 超级无敌大 看起来就很像 可能有圣诞老人飞过去一样 非常非常大 非常夸张 好 然后呢 我们假设把它转正一点 就往这个方向 好 好 很强 再来呢 就是Color Color 我先把这个调成比较正常的尺寸 Color Color Color它其实是老样子 还是RGB 我们可以设定 红色 红色 这个先关掉 红色 红色没有效果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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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有效果 然后我们先把它亮度开1 然后它就变成 这个很诡异的 很像 阴风正秤有没有 好 把它关小就没了 哦 哦 然后这样呢 看起来就是这个黄色 这个色彩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玩玩看搭配一下 就大家知道 好 所以这个叫黄金之风 我们把 我们应该可以把红 黄色 绿色 那少一点 是 它变得更更黄 更 这个 我们偏红一点的黄 可以达到1 1 2 好 这个感觉 好 再来呢 再来我们就是 Brightness Brightness的话 假设我们这边颜色调好了 我们不想动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加上 Brightness 有没有它它的光芒变强了 光芒越来越强 那一般 一般应该是用不到这么亮 那你可以当做是这边调颜色 然后下面呢等于是调 呃强度 大概就这样去想象 应该就会蛮明确的 然后再来呢是Velocity Velocity 好 我们先把它的Velocity拉高 好 看到我们先射成0.1 这边呢 它基本上只吹到这 只吹到这 然后假设呢我们拉成了50 你会发现说它这个风啊 风的强度啊 吹的这个夸张的感觉 它延伸的很远很远 就很像 你就当成可能是台风吧 就这样 他那个风 又臭又长 很长很长 然后再来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的Zone 去调大 好像我们这个 我们先把它旋转也都归零 好我们首先把它的X轴加大 Y轴加大 Y Y轴好像先不要加大 然后Z轴也加大 然后呢 你就开始看到 整个地表 有这个云了吗 这个这个风 开始在吹 就很像是 呃 冰封爆 你可以想像冰封爆 那种感觉 假设我们不要它这么强 我们可以升级成1 好 它就是 慢慢的 静静的 这种感觉 可以小一点 甚至小一点 好这样其实呢 就很像是那个物系的感觉 我这边把它设成0 大概是这样 好这样大家有没有比较摸出来啦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风 我们来 先射这个风 然后呢 我们来加上 这个风 我拉过来好了 好这样 这边有个风吹过去 然后再加上 这个 这个萤火虫的感觉 把这两个组合起来 这个东西 这边地方呢 就充满了这个迷幻 充满了迷幻的感觉 感觉很像在仙境 但这个范围可以设好了 那么这样就很漂亮 漂亮亮亮的 很像我们可能在一个梦境中 在一个 这个 玄幻的空间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 这个人是这样的 我可以设定 我可以设定